明星国籍曝光后我崩溃了,原来他们都不是中国人。 今天一个问题将小编弄崩溃了,这么多明显竟然都不是中国人。 是什么限制了我的想象力?原来是贫穷。娱乐圈里明显转换国际早已不是新鲜事情,但是知道的人却很少,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谈谈明星的国籍。 首先我们说下嘻哈人戏歌手吴亦凡,Chris,他是加拿大温哥华人。 这个耍苦装帅,阳光活力的大男孩竟然不是中国人。你们还会喜欢他吗? 接受更加让我吃惊的是神仙姐姐刘亦菲,她也不是中国人,现在的国籍是美国。 她的《仙剑奇侠传》,神雕侠侣,天龙八部完美展示了文静淑女气息,然而现实生活中刘亦菲是双重性格,时而活泼,时而内向。 当知道她不是中国人之后,我就不喜欢她了。 李连杰,Chat Lee,是新加坡国籍,这个大家都知。 之前还有传闻称她生病了,想转换回中国国籍,但是被拒了。I早知今日何必当初? 谢露宾。 谢露宾,你以为她是香港人,其实她早就该换了国籍,现在是加拿大的,而且她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,Nicholas,尼古拉斯。谢。 最近跟王妃在恋爱中,不知道最近怎么样了,感情经历到哪一步了呢? 最后一个我无话可说了。 日本国籍,当年她的电影《重庆森林》,堕落天时,是在1998年转入日本影坛,还获得过日本最佳男主角。 你是不是也很意外,还有很多呢?就不一一举例了,评论请往下。